川普两名亲信承认艳新门和可能与通俄门相关的罪行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3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此前忠实的律师迈克尔科恩 和他此前总统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 于周二双双分别承认 在川普用巨款要求与他有染的艳新闭嘴事件 和可能与通俄门相关的事件当中的指控 川普本人则称这是谎言 首先是51岁的律师科恩 承认曾经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花了13万美元和15万美元两笔钱 让艳新丹尼斯和麦克杜高闭嘴 两位艳新都声称和川普有染 科恩表示 花钱让他们闭嘴 是为了不让竞选当中的川普受到不良影响 对此 川普反驳称 他事后才知道花钱买闭嘴这件事 他还表示 想要找靠普律师的人 千万不要找科恩 其次 川普竞选经理马纳福特 则承认自己曾经有过银行贪污问题 法新社称这或许和特别检察官穆勒 调查川普和俄罗斯之间的关联有所牵扯 但马纳福特是穆勒大法官调查川普通俄门当中 唯一一个选择不和穆勒合作的人 他有可能面临长达80年的监狱生涯 川普在推特上向马纳福特表示了敬意 称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避免歧视 电影疯狂亚洲富豪改名惹争议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3日 德国之声报道 这部美国爱情喜剧片近期在各国陆续上映 不过 为避免种族歧视的嫌疑 发行方在不少国家都将片名中的亚洲一词删除 作为故事发生地的新加坡 则认为影片过于突出华裔 没有展现出新加坡的族群多样性 这一真正财富 在意大利以及德国 疯狂亚洲富豪被改名为疯狂富豪 令不少人感到困惑 而在新加坡 香港等华语市场 片名中也没有亚洲字样 中国大陆虽然还没有正式引进此片 但是片名却已经定位了摘金其源 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部影片原本讲述的就是亚裔富豪的故事 要是发行方担心观众不想看一部反映亚洲上流阶层的电影 那么他们一定认为那些具有歧视思维的观众在观看影片前肯定不会对背景进行任何了解 这部美国影片的导演编剧主演都为亚裔 影片改编自亚裔作家关凯文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名年轻的美国亚裔女性 随男友回家见对方父母 意外发觉这竟然是新加坡最富有的家庭之一 导演朱浩伟回忆说 在影片拍摄期间 就有许多人不愿意在片名中见到亚洲字眼 可是原著就叫做疯狂亚洲富豪 这是一个具有挑衅性的名称 能够激发讨论 我认为这很好 影片于8月22日星期三在新加坡正式上映 这里也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 目前影凭借对此片褒贬不一 支持者认为 这是好莱坞最近20多年来首部主要由亚裔出演的影片 颠覆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亚裔群体的偏见 批评者则认为 该片没能展现出新加坡民族多样性的全貌 新加坡大部分居民都属华裔 剩下的四分之一则为马来人印度人等族裔 近年来 新加坡还从孟加拉菲律宾等东南亚邻国引入了许多外来劳工 制片方华纳兄弟公司赤资3000万美元拍摄了此片 8月15日该片与美国上映后 短短几天内已经斩获了35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该片可能将推高新加坡的旅游业 但是新加坡旅游局的一名发言人强调 影片不应该仅仅展现新加坡的富足与奢华 还应该体现出新加坡社会的多样性 这才是新加坡真正的财富 新加坡的人均富裕程度相当高 但是近年来当地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拉大 引发不少诟病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第二波关税站在即 中美谈判分秒必争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3日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时间8月23日凌晨01分起 美国将对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 这是继340亿美元后第二波攻势 双方低调的谈判 杀得住这般关税列车吗 美国对中国160亿美元关税 将在美国时间8月23日凌晨12点01分开征 双方官员目前正在华府磋商 试图找到摆脱贸易冲突的方法 但没有证据显示 低调的讨论能够阻止新一轮的美国关税 美国新闻台CNBC的一段影音显示 中国官员代表团 与周三进入美国财政部进行会谈 商业团体希望 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双方能认真谈判 不过对于中国 是否会按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改变贸易和经济政策 外界仍有疑虑 特朗普威胁 要对所有出口到美国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换算下来 大约是一年超过5000亿美元价值之多 他说除非北京当局同意彻底改变做法 像是保护美国知识产权 停止工业补贴和关税等 不然美方不会放弃关税施压 中方则一再否认美国指控 不认为有系统性的强迫美国技术转让 并表示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此次谈判 是美国和中国官员自六月以来首次正式互动 六月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走访北京 想要确保中国会继续购买美国大豆和液化天然气 周一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他对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珀斯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的谈判期待不高 这段日子以来 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成员一直在争论是否要与中国进行谈判 或是通过更多关税施加压力 财政部长姆努钦主张谈判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则支持强硬的关税政策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周三被问及总统对会谈的期望时 告诉记者有关讨论仍在继续 我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公告 当然我们希望看到对美国更好的贸易协议 相关单位包括美国财政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大使馆都没有任何回应 各方都保持相当低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三在北京发表讲话 说希望有好结果 他说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坐下来 认认真真的谈出一个对双方有利的结果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周三在其网站上证实 美国东部时间周四凌晨12点01分将开始实施价值160亿美元 针对279个中国进口产品类别的额外25%的关税 受影响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化学品、塑料、摩托车和电动滑板车 中国也誓言报复要对来自美国的160亿美元额外进口产品征收新的关税 包括燃料、钢铁产品、汽车和医疗设备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蒙斯表示 他支持特朗普结束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目标 但鼓励双方重返谈判桌 他说持续贸易战的成本有可能对美国的制造商和工人造成毁灭性打击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学者斯克罗斯表示 对即将达成协议的预期很低 但保持谈判是一个积极的举动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断交炒备后 中国对台湾战术成功战略失败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3日 德国之声报道 台湾再失去一个美洲邦交国萨尔瓦多 面对于下17个邦交国 台湾苦手还有异议吗 断交之意在下一城 北京又真的赢了吗 德国之声专访资深外交官和学者剖析当前形势 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在令外界关注台湾外事前路 德国之声专访台湾前外交官罗福全 与学者吴建明解读最新局势 罗福全在2000年至2004年担任驻日代表 曾于联合国辖下机构服务27年 现任联合国大学荣誉教授 吴建明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罗福全认为邦交国虽然减少 但世界对台湾的支持没有改变 他说台湾剩下的邦交国都是占世界人口2%以下的小国 他们做政治盘算时通常守重金钱 以所罗门群岛为例 该国曾向日本所求1000万建医院 被日本拒绝之后转向台湾要价 更加码到2000万 但台湾还是给了 现在发生断交当国外交官的罗福全并不感到冲击 台湾的外交关系是怎么样使台湾不受中国军事侵略 那么这一点没有改变 台湾在蔡政府执政下丢掉第五个友邦 中国的如意算盘打响了吗 中研院学者吴建明不全然同意 罗福全说中国在战术上达成短期目标 但在中长期战略是否真的获益 我打一个大问号 看似强势的北京却可能作茧自负 要求外企改名发居住证等等都只是战术 但是战略上北京是需要和台湾合作的 在中美对抗之下 在台湾取得喘息非常重要 但他反其道而行更加不利 我觉得他总体的理性是也层次不够 两人都不约而同提到 台湾余下盟邦大多是小国 甚至有意见认为他们犹如鸡肋 对台湾的实质意义不大 但吴建明认为守住阵地还是必要的 守住既有邦交国对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意义还是存在 不能说没有 如果完全没有的话 北京为何要极力去破坏 迫使断交 那是实质的战场 他所提到的实质战场 还有另一重意义过境外交 而台湾最重要的外交仍是对美关系 罗福全说 因为现在有邦交国 我们的元首要出访需要过境 无论以各种技术理由也好 所以过境外交成为可以打的台 来进行外交活动 一旦没有邦交国 总统出访要过境的话 就要再想出双方都能接受的理由 综观历史变迁 罗福全认为国际政治演变至今 已经不再只是官方的邦交关系可以定义 这50年来 国际互动越来越密切 政治的外交关系比不上实质的经贸或人员往来 而且在各国紧紧相连的今天 国际间最重视的正是不能改变现状 中国恰巧在此时 想透过一带一路军事基地往外扩张 影响如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等国 难免引发不满于警戒 罗福全说虽然这些没有在台面上公开批评 但却是公认的事实 中国官媒持续喊出邻邦交之说 吴建民五月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曾经分析 北京不会乐见台湾邻邦交 事隔三个月 台湾再失两个盟友 吴建民认为其判断至今仍然适用 但他补充说道 我预期断交会继续下去 但是不会断牙式突然间全部断交 很快达到邻邦交国的状况 现有邦交国中感觉有些国家不是可以被金钱收买的 例如帕劳 除了外交战场 吴建民注意到论述战场上也出现微妙变化 蔡英文直接用中国称呼对岸已成为非常习惯的说法 这在马政府时代完全不可想象 他称台方反客为主是很关键的转变 且近期越来越明显 未来这个战场仍有开拓空间 而北京也必定注意到 非常吊诡的是 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对台湾进破 从而令两岸关系在某程度上正常化了 所以北京是否获益是成疑的 萨尔瓦多断交的时机 碰巧在蔡英文过境美国之后 不少评论把两者扯上关系 甚或中国刻意挑食机泼冷水 文词 罗浮全一笑置之说 台湾跟萨尔瓦多的关系 有没有比台湾跟美国关系重要呢 在日本担任外交官四年的他强调 美日扮演制衡角色 亚洲的政治关键在于权力平衡 任何人意图破坏现状 美国日本都不会允许 吴建民认同 过境美国是台萨断交的静音 美国实质提升台湾地位 中国很警戒这个发展 但是他强调关键 是要宏观的解读中美大局 尤其中国正受贸易战 科技战 地缘政治等内外压力夹击 美国要围堵中国 从大格局来看 中国跟美国的互动处于下风 在这情况下 美国提升台湾地位 必定引起中国恼怒 拿台湾出气是可预见的结果 吴建民认为 台湾外交策略很难大调整 反而政府有责任做更多解说 在目前情况接受九二共识 基本上就是承认中国定义的一中 台湾希望像香港一样的政治存在吗 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以换取国际空间 我们要那种国际关系吗 我觉得答案非常清楚 我们都知道台湾国际生存非常艰难 但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 没有那种不必付出代价抵抗 而又获得生存权 如果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尊严 就必须付出这些代价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国起诉致犯阿片药物 致美国人死亡的上海父子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3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赛申斯 星期三宣布起封在联邦法庭的一份起诉书 这份起诉书对两名中国公民提出43项控罪 只称这对居住在上海的父子合谋制造 并在全球贩运分泰尼类似物 起诉书还说 他们的犯罪组织所出售的药物 直接导致两名俄害俄州居民因用药过量而死亡 美国司法部说 35岁的郑辅警和62岁的郑光华 被控犯有合谋制造和销售猎管关物质 合谋向美国输入猎管物质 持续运作犯罪企业 洗钱和其他罪名 由于涉案药物已致人死命 而被告已被定为毒销 如果罪名成立 他们可被加重处罚 被判终身监禁 塞申斯说 分泰尼类类似物是当今美国头号药物杀手 其中多数来自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司法部在川普总统领导下 采取了历史性的新步骤 应对中国分泰尼的威胁 10月 我们宣布首次因贩卖分泰尼而起诉中国国民 在这些案件中已有32名被告受到指控 今天我们宣布起诉 总部在中国的正式贩毒组织的领导人 起诉书指称 他们出售的药物至少害死了两名俄亥俄州人 通过切断分泰尼几类似物的源头 我们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 根据起诉书的说法 正是父子伙同他人使用多家公司 制造并销售数以百计的列管物质 包括分泰尼类似物 比如卡分泰尼 以先分泰尼等 他们建立并维持多个网站 以超过35种语言推销毒品 起诉书称 从2008年至今 正是贩毒组织以上海为行动基地合谋犯罪 他们声称每月可从自己的实验室运送超过16吨的化学品 并可以按照定制 以任何数量合成几乎任何类型的化学品 他们还声称 有特殊方式通过美国 俄罗斯 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海关 如果邮件被海关没收 他们保证免费重计 起诉书说 正是贩毒组织利用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谋人接受重包和销售违禁药品 以隐瞒其中国来源 一名住在麻萨诸塞州的同谋王兵已承认有罪 并将在11月13日接受量刑裁决 起诉书说 正是贩毒组织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用药过量案件 有关的致命分泰尼类似物 但尽管其行为造成死亡 他们仍继续制造和销售药物 起诉书说 在中国取缔某种合成毒品后 正是贩毒组织会利用其化学专长制造一种类似物 化学结构稍有不同 但效果相当甚至要力更强 他们用这种方式完全绕过了中国对国际麻醉药品销售的限制 司法部长塞申斯说 在我们抗击这一灾难之际 我们的执法机构指望中国公安部的合作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像美国已做到的一样 把分泰尼相关物质列为一个种类 塞申斯公布的起诉书 还指称 正是贩毒组织上个月同意制造掺甲而危险的抗癌药 以及制造和贩运掺杂致命预言的兴奋药 正是贩毒组织还被控利用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洗钱 绕过货币限制和申报要求 在中国和香港的账户存取贩毒所得 按照美国法律起诉不等于有罪 被告有权得到公平审判 而政府必须在这样的审判中拿出充分证据 在超出合理怀疑的基础上证明被告有罪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 华盛顿发生警告 北京称为恐吓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3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务院就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 做出表态并警告说 美萨关系可能受影响 国务院还赞扬了台湾的民主成功和国际贡献 中国政府星期三对此做出强烈反应 只称中国与萨尔瓦多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 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 甚至横加干涉 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 并与中国建交后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 对萨尔瓦多决定与台湾断交深感失望 并称美国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 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 美国也认为 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地区稳定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曼恩斯也发推称 台萨断交将影响美萨关系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推文说 将推动取消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 针对美方这些相关表态的提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8月22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答复说 中国与萨尔瓦多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 中萨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建交是顺应历史潮流及国际大势 不影响彼此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 陆康说 萨尔瓦多政府做出与联合国 及其他177个国家已经做出的正确决定 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 甚至横加干涉 美国自己在近40年前就已经和中国建交 现在却一方面阻挠甚至恐吓 其他主权国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与中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 另一方面又允许蔡英文过境美国并在美活动 美方这种做法毫无道理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不过不同于几个月前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时的反应 美国国务院此次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的回应更为直接 直指中国的作为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 并对萨台断交深感失望 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中表示 尽管美国承认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利自行决定其外交关系 但美国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的决定深感失望 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 声明说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且无助地区稳定 反而削弱数十年来使得地区得以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 美国敦促中国节制不要做出足以危害台湾人民安全 社会或经济体系的胁迫 此外声明还附加了一段台湾关系法条文 指出美国是任何一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作为 包括抵制或禁运都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这位发言人还在声明中说 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故事 可靠的伙伴和世界的良善力量 台湾为因应全球挑战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台湾寻求扩大贡献 并抵制对其在国际舞台适当参与的打压之际 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 目前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主席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 呼吁随着中国不断以胁迫手段在国际上孤立台湾 美国必须加大对台湾的支持 阿米蒂奇在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后发表的声明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通过复杂和协迫性的行动 来削弱中华民国其政府法律和人民的正当性 美国仍然维持对台湾其民主和2300万人民的承诺 他们值得尊敬尊严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坚定存在 阿米蒂奇说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承认台湾的政治合法性 反映其自身的冷战思维 这仍然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重大障碍 可以想见的是北京当局将更加依赖 脅迫性说服方式来加快它在国际上对台湾的孤立 美国应该考虑在美国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 扩大与台湾的互动 以便支持一个真正的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价值 他说正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和其他国家一般 台湾应该免受破携并得到保护其主权和民生的权利 在萨台断交后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肖良 萨良奇在最新一期全球台湾简报上发表文章说 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同中国建交 是北京当局又一个从根本上削弱台海现状的进一步举措 中国的这些作为正在将台湾推离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给蔡英文访问型过境待遇 也成为美台互信日益增加的重要展现 萨良奇说 美国政府放宽以往 对台湾高层过境待遇 过于严厉及自我设限的指导方针 在华盛顿执行与台湾非官方关系上 是一个必要且令人欢迎的趋势 展现了华盛顿与台北日益增加的信任 但如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称 美国在处理蔡英文总统的过境安排上 是基于对旅行者的安全与舒适 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 萨尔瓦多是继几个月前布基纳法索和多米尼加之后 今年第三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 也是自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湾失去的第五个邦交国 在前数三个国家之外 盛多米普林西比巴拿马也都从台湾转向承认中国 使得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剩下17个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激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